好,繼續下來 剩下的一場是比較容易 呂王安妮錦標 這場是1600米的賽事 不過是跑直路 是 為甚麼說簡單一點 有重心,有重心是甚麼 范高爾在這場跑的 我相信有他在這裡,他也沒輸過 我覺得這場賽事味道挺擂台等 我們看看最近跑得如何 這批范高爾,其實豪仔應該比我還熟 其實大家都習慣看著 這場是你來的 沒錯,梁傑錦標 其實今年的復出 最初也有些故事,又說他弄傷過 結果大家都看到他怎樣贏 我們賽前好像說盡歡騰已經進步了 對… 還輸完了… 還輸完了 還輸完了,走掉了 就是他這方面 去年這三個馬在一起撞 范高爾去年贏你三馬馬位 今年贏你四馬馬位 對,更遠了 但盡歡騰 又贏完了你道敗指金 對… 本來自己也進步了 這場大奧物錦標是6月1日跑 即是葉森賽馬日的早日 前一天,沒錯 還有嘉德正一起跑 結果這隻執木雙看 中間比哩不難打得上來贏 在計算表現,他今年的表現真的不錯 雖然這場路程跟這次表現有點不同 但其實在狀態方面,他真的很好 好,這次表現比較舊 戰規很舊,考費得堅尼 去年的10月 當時他還在澳洲 其實這場快勝出 不過好像贏完這場後 然後… 已經保持不了 直插 對 直插,沒辦法 之後你又想去杜拜 去完杜拜後又來到英國 本來也打算退役 你只要再跑兩場才退役 不知道為甚麼 不知道為甚麼 不過也… 因為你始終有范高爾 就算你戰規跑得好 是最當銳的時 你也不易擋得范高爾 也很難,真的很難 因為范高爾… 其實這場賽事,你和安倫錦標 每年都是一里馬王 可以有必勝的場合 所以范高爾也看法11節 應該沒問題 第二名是盡歡騰嗎 我想最接近也是他,你始終也是 因為你看完這場 同場的對手裡 另外有幾隻都是開路 第三級馬尼且也有很多 第三名,這次沒有杜拜之勤 哪隻可以頂上他的位置 老實說一句,剛才看大華麥錦標 側目相看,今年的形勢 他絕對有資格去跑第三 因為你始終對著紅色爵士 其他人加得正 加得正也遇過,不夠跑 大牌是否害怕他退出 其實大牌本來有點肌肉 上次原本也想喜歡大牌 但他退出了 到底是大意外、小意外 健康有甚麼問題 我們也不太清楚 既然是這樣,也要提一次線 對,即是我們呂王安尼錦標 簡單一點 范高爾、盡歡騰 加上側目相看就三筆了 沒錯 好,今集的節目時間其實也差不多 記得留意王席錦標的播映時間 明晚是明晚 9時就開始同步直播 明晚就有事看,星期二 今晚的節目時間差不多了 謝謝兩位拍檔 跟大家分析了三場英國一級賽事 但星期五晚同樣時間 我們也會跟大家再次見面 因為到時有英國鑽西錦標 以及日本寶寵紀念 我們也會跟大家分析這兩場賽事 今晚的節目時間差不多 跟大家說聲,再見 拜拜 字幕視聴下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